基隆市暖暖區遠遠路段 因為長期大小車輛碾壓 特別是暖江橋到地內之間的路段坑坑洞洞 就算修修補補也不平坦 因此基隆市議員陳冠宇 特地邀請市政府公務處辦理會堪 要求儘快進行這個路段的跑鋪工作 保障來往車輛的安全 遠遠路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多的暖暖居民 甚至部分的瑞芳居民非常仰賴的道路 可是確實道路品質的服務狀況是越來越糟糕 就是你可以從鋪面一塊一塊的方針切割 到路徑已經有部分凹陷 然後這個案子其實除了暖暖的居民在反應之外 連瑞芳人都有來服務處反應 那市府在前幾年的時候 雖然已經核定了一個道路服務品質 就是所謂的道路品質提升的計畫 但是我們卻一直遲遲等不到開工 所以今天特別辦理會堪 希望公務處可以重視 尤其是從暖江橋到中游這一段的道路品質 然後希望他們有進度的陸續改善 那除了因為品質的道路撲面狀況越糟糕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危機是 沒有意外的話 越美土磁場在今年就會正式開始營運 所以未來隨著土磁場的大量的砂石車 重車碾壓的時候 你可想而知我們的遠路 它的路面就會像巧克力碎片一樣 越破越糟 所以也希望市府趁著現在土磁場業者還沒正式營運 趕緊再去跟業者還有市府的都發處協調 至少在道路鋪設的範圍能不能擴大回饋給基隆市市民 不過市政府公務處指出 規劃將先針對地內中心這一段進行道路重新跑鋪 那遠路的部分我們會分 暫且目前是分三期四座 那第一階段的部分會從地內街做到暖定路口的部分 第一期的部分我們已經在去年上網招標 那因為流標兩次我們有重新辦理預算檢討會議的部分 那預計三月份會再次上網公告 那整個公寫的部分大概會是180個日曆天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今年上半年部分進場來做一個私作 市議員陳冠宇指出 既然市政府把遠遠路定位為示範道路 應該儘快爭取預算全段進行跑鋪 提升整體路面的平整度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